很爱买日本的药妆品 不过要小心 如果从不明的网站购买 可似乎有违法的疑虑 像石药署今天就公布了 国外的网站 KUWA免税店 说涉嫌违规广告一些产品 包括像是日本知名的 大正综合感冒药 EVE头痛药等等 那么如果民众就从 这个国外的网站进口 来到台湾被查到 最高是可处七年有期徒刑 去日本玩买药妆 几乎已经是闭牌的行程 不少人都喜欢日本药妆 除了实体店 现在也有许多网站 可以直接购买相当方便 不过石药署公布 国外网站KUWA免税店 涉嫌违规广告产品 就是这款蓝色外包装 日本黄汉糖 强效退烧生理止痛药12颗 涉嫌违规太阳为 案内产品外包装 没有中文标识 及许可证字号 非属我国核准的药品 品质安全及疗效 都没有经过确认 而除了这款止痛药 也有贩售知名的 大正综合感冒药 EVE止痛药 食药署就提醒 民众如果贩售 未经核准制造 或是输入的药品 则涉嫌违反药事法 可以处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病科五千万元 以下法径 东森学生活中心 综合报道